那聯亞沒有過 我們當然非常的遺憾 但是我們這個也是要按照一定的標準 來做這件事情 對聯亞整個審查的一個情形 我們是在昨天8月15號 邀請了CMC 藥學 獨理學 臨床醫學 公衛 法律 還有醫學倫理等專家 共同來召開這個會議 然後在一整天的審查跟討論之後 最後的一個投票的結果就是 我們一共有22位的專家出席 主席沒有參與投票 那21人投票的結果是 有4人是不見在意 有17人是不同意通過 所以不會核准專案製造 但是因為考慮到 他也可以繼續再去執行第三期的臨床試驗 這個是我們對於聯亞這一方面的一個審查結果 那也在跟各位也報告一下 上一次在高端的一個專家會議的一個審查結果 那在這份的一個審查結果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上一次我們也是經由專家會議的決議 那最後是核准專案製造 那如剛剛部長所提到的 在今天一共完成的檢驗封籤有60億萬多劑